大家好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下过大雨以后 然后又出大太阳 空气非常的清晰 而且能见度非常高 这样天气下的桂林山和水 都非常的清秀 特别好看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上来看多肉 因为这些多肉淋的比较湿嘛 突然间的又是大太阳 今天这么来来继续反反复复的 好几次了 上午一两阵中午的时候也是 回来这会吧也是 好在今天的温度还不算特别高 今天最高是32度 夏天雨还是蛮闷的 这种连续性的下雨天 下的时间比较长 基本每天都有 所以这种叶片一般都会出一点问题 那些化水是非常常见的 我这里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况 在上边忍不住就会看一下周边的风景 这边的山也是 尤其这种比较阴比较透彻的天气 看上去感觉特别舒服 在外边的时候还能看到 非常蔚蓝的天空 回到家里边看到的天空有点翻暗了 桂林的夏天一般就是这样 天气变化还是蛮大的 很多游客来桂林旅游也是经常说 时不时的就给你来一阵雨 淋雨淋的比较多 这些叶片有点伤也很正常 一些比较皮实的品种它稍微还好一些 这一个是芒果美人 这一个又是叫什么赫拉 这些赫拉长期这么淋雨 长得还比较快 都长花贱了 给它掐掉 如果温度再高一些 这些出问题的几率就会大了 咱们有条件遮雨的 最好给它遮一下 丢在上边露氧的 基本就是一些比较皮实的品种 上边拉了遮氧网 折光力是55%那种三针的 没有遮雨 淋雨的时候还是淋的挺厉害的 这一棵是沉蒙露 这个沉蒙露也是蛮皮实的 这种再皮实的品种吧 淋雨多了都会有叶片化水的现象 非常常见 还有这边这种高沙之翁 这一棵是坠化的形式 枯叶还非常多 我已经路过很多次了 每下一次雨出点太阳 它都会有很多比较密集 高沙之翁这一款多肉也特别的皮实 它在包菜系列里面算是非常便宜的一款 而且也非常皮实好痒的一款 它出状态非常的红 是一种淡红色 有点粉发红 还甚至有点血斑那种 这边比较偏绿色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什么什么 初吻的小叶锈炎 就叫做锈炎 这一个也是特别好养的 到了温度高了 颜色还蛮绿 这种枯叶太多了 清理起来特别费劲 一直没给它撸过 有一些是它自然消耗的干叶片 在底层比较多 还有一些就是淋雨比较多 温度偏高 它出现化水的现象 这种最好是给它撸干净一些 这样对于它的通风会比较好 我平日里精力有限 所以有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 它枯叶和化水的这种多就多吧 我也不是经常清理 时不时才给它清理一次 反正这些品种比较皮实 也不是那么容易挂掉 所以倒不是特别的在意 我看了一下后面的天气预报 显示过两天会有37度的高温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么快冲到这个温度了 今年也不知道咋回事 这些比较绿色的 那就太绿了 但是长得倒是真快 这个是白缝 和很多花油也是一样 只要这些活着就好了 对它的要求也不是太高 这一颗是小灯笼 长得也是蛮清透的 在旁边的这一个是火狐狸 它是糖印杂交的品种 和糖印是差不多的 在右边这个最化的叫做商榷丝 这个长得特别大 比以前那会儿大太多了 这种就是太密了 就怕温度高它不通风 容易里边的板坏掉 这边的还有一些绿色的 右边这个壁桃 壁桃这种基本就是比较好养的品种了 这一些品种 20多度的天气 长得都还是蛮快的 除了夏季特别高温的时候 这种温度都还长得不错 只是颜色差 这一颗是高沙之翁 这个就是刚才最化的那种 那个是最化的 这个不带醉 这种不带醉的好看一点 左边这一个是太飞糖 这种也是很好养的品种 上边这边普遍都是一些比较皮实的 还有薄化妆也是 薄化妆这种到了夏季高温的时候 那种三十七八度四十度的天气 夏天雨啊怎么的 它出现那个叶片化水的情况还蛮严重 旁边的这一个是穷尸 穷尸长了很多小头 那些头应该是花剑 还有这一个奶闹蛋糕吧 应该是 我没记错应该就是这个 有些不起眼的我就不记名了 这一个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吧 再见